来自邯郸的李女士 这十几年来一直有一块心病 我每天想起这个事了 就也不能美 就睡不着觉 据李女士介绍 让她夜不能寐的事情是 明明属于自己的房子 却被表妹和表妹夫纠缠血巢了 表妹和美夫已经 占领我这个房子十年多了 占领 李女士从这个词中 道出了自己的愤怒和无奈 表妹一家究竟为何要占据表姐的房子呢 谈起理由 表妹韩女士的回答 却令人大吃一惊 房子的钱是她出的 那名字呢 名字就是我老公的名义 韩女士的回答中透露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这套房子虽然是表姐出的钱 但房子的户主却是她的丈夫 所以她认为这套房子应该是属于她的 为什么这套房子会出现如此特殊的状况呢 当房子的问题在金牌调节的现场逐一展开时 房子的归属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它是一个特殊的房子 所以这四年你的心态就是 我并不是借住你们的房子 应该是我们也住进我们自己的房子 我不算借住她的 住了自己的 可以这么认为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我买的 就是我的 当一件又一件的证据出现 房产之争变得错综复杂 我们先看一下这回事 没有提 我都不拿钱 他们没有说钱的事 这个可以不承认 但不等于这事情没有说 房子究竟是属于谁的 为何现场的调解员和观察员 会对他们中的一位 做出如此毫不留情的评价 去做善良的事情 难道我们去给予别人关爱 是为了要回报的吗 一句话讲得很好 人心不足 舌头上 一场关于利益的内心交战 一场关乎人性的讨厌 金牌调解 能否为这对表姐妹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为彼此的心 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呢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 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白燕一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听说是表姐妹的关系 是吗 是 李女士是您 是 还有一位是韩女士 是 好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表姐妹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诉求谁先来说 我想拿回我的养老房 我表妹 现在她占的我的房子已经四年多了 给我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现在不能提这件事 想起这件事我就 说不出话来 心慌 这个战的意思是怎么个战法 我买的房子 她是临时借住一下 她住进去 现在已经四年多了 她不给我疼 表妹的诉求呢 我要把我的属于我的房子 我要把它要回来 因为这表姐买的房子 它是以我老公的名义 你认为这套房是你的 对 表姐和表妹的诉求都是相同的 就是我要回我的房子 对 究竟这个房子是谁的 究竟这套房子是谁的 事情还得倒回13年前 那是2002年 据李女士回忆 有一天表妹韩女士 找到了李女士的父母家 主动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 说在村里边有房 买 他们没钱买 让我们家买 由于这套房属于表妹夫村里的 优惠指标房 价格非常便宜 房子将近170多平 只需要不到10万元 这对于当时 一心想要回老家养老的李女士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买房机会 但是她并没有想到 要买这套房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现在才知道是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 就是村子里的人才能去买这个房 这套房子属于小产权房 只能由表妹夫村里的人来购买 不能进入市场流通 既然如此 李女士怎么就能出钱买的房呢 她叫我们买 李女士表示 当时正是在表妹和表妹夫的帮忙之下 她才能够以表妹夫的名义 买下了这套福利房 所以房产证的名字 至今都是表妹夫的 按照李女士的介绍 我们可以了解到 虽然这套房子不是她的名字 但确确实实是她出资购买的 可是对于买房的这一段回忆 表妹韩女士却觉得 表姐是在刻意回避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我说我不会买 为什么我的指标房 我不会说白白的买 买给你对不对啊 我表姐没有经过我同意 他们自己去看的房子 我这个表妹带着我们去看的 她要不带我们 我们看不了房子 姐你再想一想 你那个自己给我 你给你父母 还有我那个嫂子 给哥哥去看房子的 经过我们同意了吗 我们村里有人可以做这种的 你们不令我去 我看不了这个房子 看完以后回家说 这个房子是152 地下室是21平方 觉得还行 我就把我汉单的一套房子卖掉 我就买了这一套房子 当你们已经做这个决定 要卖掉那个房 来买这个房的时候 那这个跟表妹 表妹夫他们协商的过程 就很重要了 当初这就是村里 我没买我才能买 什么都没提 什么都没提 亲戚嘛 都挺好的关系 就是她来了之后要买 我老公就给她买下了 买的时候有说什么吗 有签什么协议吗 我们什么都没有签 什么都没有说 你跟你丈夫之间 你们俩有没有商量 说我们是不是让表姐给一些钱 我没说 她说她怎么着 别人给她也应该给吧 她就这样想 你不能说我白白地 占掉你的指标吧 指标其实它是值钱的 别人是有付钱的 你们知道 她没说 她要是说 我肯定是不要这一套房子 你们也没有听到 比如说其他的村民 有人在买卖这个指标 我没听说 都不清楚 都不清楚 在你们看来 这是表妹的一番好意 对 我打断一下 这个房子刚才提到 我没跟她提 我就是提别人 给我几万块钱 要用我老公的名义买房 我说我没给你买 但是呢 我给她买了 就是说 这就说明 我不用再给你张嘴 说钱的事 觉得是我父母比她好 她一种回报 李女士表示 因为之前表妹 跟他们家的关系非常好 表妹找工作 乃至找对象 都是李女士父母帮的忙 所以李女士 理所当然的认为 这套福利房 就是表妹一家人在报文 可表妹韩女士 这边却认为 这套房子 既然属于指标房 那么指标是有价格的 李女士不能得了便宜 还卖官 你不能说 我白白的占掉你的指标吧 既然如此纠结 为何表妹她们当初 又同意把买房的指标 让给表姐呢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主持人张婷决定 请一位关键人物上场 据双方介绍 当时就是表妹夫 侯先生带着李女士 去买房的 对于当时 为什么把指标给了表姐 侯先生的回答 令人大为压抑 你为什么就同意了呢 你为什么就同意了呢 我现在一天的地人没完 然后大爷拿家里了 你说怎么办 没底儿就更不应该同意 为什么你就同意了 当时就现在一片恐怖 你拿了门口出你家 把这儿给递到我手里 为什么该有 你的意思是说 你自己莫名其妙的 就同意了吗 对对对 莫名其妙的同意了 侯先生说 自己碍于情面 当时就这么犀里糊涂的 把指标给了表姐 事后回想起来 夫妻俩才发觉 自己是吃了大亏了 没过多久 指标的事情 就因为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 再次被提了出来 第二年 他就要卖这个房 我不同意 为什么呀 因为你占了我的指标 别人都给了钱 我也 你也没有提机 给我什么 给他这些什么 那个钱呢 什么的呀 什么都没有提 你这样不成不得 要卖掉了 这权力不都全成了你的了吗 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我这没养老的嘛 没打算 姐咱们电话里边 咱们电话里边 吵得很凶的那一次 你说那是哪一年呢 很凶那是想过户 当初听别人说 能过户 你说要过户 把这房子卖掉 我说我不同意 别人都给三万五万的 我说 那个 要不你也掏三万块钱吧 他就说什么 你大娘对你 大爷对你像亲闺女一样对待 你现在你不是要讹我吗 要三万块钱 是他的钱买的 但是我的里边 指标啊 你认为你战友 应该有一部分是吗 对啊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他没提钱 他就是说不让过户 当时想办过户 是担心以后会出问题吗 是有这个担心 是有这个担心 我们也真是无奈 把钱投到里边了 你反正你拿不回来 所以当时是非常明确地提出来过五万块钱是吗 对 他们对方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没有见是吗 没说 没有明确 什么都没表示 就是说我见光哥这样说 我可以给你找点活 那个然后呢 就是你挣个三头二十万的都没问题 就是说就别再给你姐要钱了 刚才提出来说五万块钱有吗 没有 因为当时您爱人在场 他能说吗 嗯 为何双方对于指标一事 有着如此天差地别的解释呢 究竟谁说的才是真的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黎女士立即拿出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证据 就在购买了房子的第三年 他们和表妹夫之间签订了一个协议书 因为这套房子属于小产权房 黎女士就留了一个心眼 专门拟了一份协议书 证明这套房子是属于她的 她说当时表妹夫不仅没有提出要指标钱 而且已经认可了房子的归属 就觉得这个房子吧 过后他也不让过 这个心里老不踏实 不踏实 在人家的名下 签个协议宝 就证明一下 房子的钱是我出的 谁跟谁签 我跟我这个妹夫签 是你们提议签这份协议是吗 对 表妹他们这边有没有不同意 或者不愿意 她同意 我没同意 你们说要签协议 我说签什么协议 说签房子协议 我说不能签 她逆定的协议 肯定不会对我有利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份协议 2005年的2月10号签的 购房协议书 经双方协商同意 乙方李某某于2002年5月26日 出资99540元 用甲方的名字购买了某处的房屋 乙方李某某拥有房屋所有权 然后有甲方乙方的签名和手印 还有一个承诺书 也是李女士签的 对 我于2005年5月 以侯先生的名义 购买了某处的房屋 如果以后侯先生所在的村 进行拆迁改造时 因为我以他的名义 购买了这套住房的原因 造成了侯先生的经济损失 我愿意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 特赐承诺 很明白了 一份是明确 明确下来 这个房屋是你们出资所见 对 第二 因为你们用了他们的指标 所以如果以后拆迁 有相关这个补偿的话 你会适当的给他们 对 这个是你们自己写下来 让他们签字 还是说大家协商以后 这个协议啊 提前有过沟通 我当时在场闹的时候 我都不让签 你们一家就说我 放心 都是给你考虑的 怕你以后受到损失 既然你那么明确的表示 并且坚定的不签 为什么这上面还是 你丈夫签了名 他签我不让签 他喝了酒了 他们都让说是为我考虑的 所以他就签了嘛 难道又是稀里糊涂的吗 确实是这样的 为我站到这边 他爸他妈还有他站着 我夫人站到他们后边 我夫人应酬的在他家 签这个新衣 能赖不下来我 又是一时不清的状况下签的 对啊 您先告诉我们 当时签这个时候 确实你本人签的是吗 手印也是你本人按的 当时心里的想法啊 觉得你们认可这个东西吗 不认可 你们知道签完了以后 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吗 我不认可他这个 为何每次在处理关键问题时 表妹夫一家人都会变得稀里糊涂呢 这究竟是托词还是心虚的表现 韩女士表示他一点都不心虚 他为什么至今对这套房子耿耿于怀 是因为他手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而随着这个证据的爆出 房产之争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村拆迁的时候 拆迁涉及到这个房子的指标 已经把这个数已经明确的表出来了 指标多少钱 指标是19万 韩女士表示 早年不知道这套房子的指标值多少钱 2008年 当村里把指标的价格一公布 他才恍然大悟 我这里边19万 他掏了10万 我比他的钱还多呀 也是这个理由 韩女士和侯先生已经不再追问表姐要指标钱了 他们认为自己的指标已经超过了房价 可以说这套房子有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 于是他们决定找表姐李女士要回这套指标房 2011年 韩女士和侯先生干脆直接住进了这套房子里 这一住就是四年 你现在房贷的手 我要我也要不回来 那他说给我钱 他说跟银行利息给我 我老了我往那养老啊 我没房啊 我住大街 我现在就是要养老房 等于说这个房子是我们共有的 本身我在里头都 所以你认定就是说既然你们已经同意了 那就说明这个房子我们也应该是有份的 我这里边19万 他掏了10万 我比他的钱还多呀 你想想 所以这四年你的心态就是 我并不是借住你们的房子 应该是我们也住进我们自己的房子 我不算借住他的 住了自己的 可以这么认为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我买的 就是我的 不争 韩女士我问你一点 好你要我搬出来可以 你们给我们一部分钱 这个房子就给你们了 还是说我们不搬出来 我们给你们一部分钱 我觉得给他一部分钱 因为这个房子我们的指标 村里面又再不会有这个指标了 你要房是吗 对 怎么个补偿法 你们自己有商量吗 你跟你爱人 一提就要 五六十万 一提就五十六十万 为什么他标达 很难坦诚 是吧 五十段对于你们来讲是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你们夫妻二人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协商的 你们自己能接受的价格 我给他二十来万吧 就是这是这是今年正月 就是这个姐给那个 我给他算一下 就是他们自己 自己算的这个 我买房时把邯郸的房子卖了 才买的这个房 我2002年投资房款十万元 现在这个村的房市值76万元 对 我投房款十万元 在周边买商品房市值56万元 如果当年花这个钱的话 现在这个房子是值这个价 对 然后用76万减掉56万是20万 那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增值 在你看来 相比商品房是增值20万 对 他买的房子十万块钱升值 那我的指标19万块钱 他也升值 明白 所以大家互相都不认可对方算的这个账 是吗 对 显然双方都无法认同这套13年前的房子 如今的价格 这也难怪 从2002年到2015年至13年中 房价飞涨 这套房子的价值已经从当初的10万元 涨到了将近70万元 增值了7倍之多 在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落差面前 他们的内心变化合想而知 13年过去了 心态变了 利益也变得更加难以平衡 那么这套房子最终的归属究竟怎样 调检员把艳逸认为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得从情理上打开 发生的原因第一 在表姐身上 如果当时表姐 就按当时你们那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指标价上下浮动一下 就给了表妹 那是不是就没有今天的这个纠纷了呢 为什么没有给 因为在你们当时的内心深处有了一个价值交换 这个价值交换用的是什么来交换的 用的是您的父母亲 您的家人对于表妹的照顾和以前的一些付出 难道我们去做善良的事情 难道我们去给予别人关爱是为了要回报的吗 中国人是有诚信的 不是所有为别人付出了爱的人 都能够做出以价格来去换取自己的爱的付出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事情 所以今天这件事情 二位 你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当年你们去到底为什么 只有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到底为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房子的指标 而这个房子指标在当年置值多少钱 后来升值到多少钱 现在你们却要用什么样的一种价格和价值来去占有它 这个你们自己心里也有一本账 而这本账之所以说的如此的堂而皇之 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是因为你们忘记了有信义二字 调解员爸燕一认为如果当初双方都遵循信义和契约精神 这套房子也不会横生出如此多的变故 而一谈到信义观察员郭华平情绪激动发言了 他对表妹韩女士很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02年到现在为止 所跟你姐姐签的协议都是你爱你签的 对不对 每一次你都说是 这个糊里糊涂就要签的 签字就是你老公签的 那就表明个态度什么态度 你肯定是默认的 你如果不默认 你老公是不敢签字的 我不让签 家里最亲满有五六个人了 你就没有坑绳 对 姐我真的没坑绳吗 没有 我拿过来人格做担保 我真的没说话吗 你如果吵得天翻地覆的 你要说没说话 对 你要真的你要人家这说 你们两个人在整个这个事情过程中 来之前有没有商量好我不知道 反正两个人是互相矛盾 讲话也讲话也好 还是做事也好 我都觉得是互相矛盾的 这个矛盾是源于什么 源于你们两个人 心里没有一个价位 就是没有一个底线和价位 作为表姐我跟妳讲 打官司你是打不赢的 怎么打官司打不赢的 因为产权 没有产权的小产权方 就是他的他的付口 但是我告诉你 当你把这个房子要回去的时候 这个房子我觉得你表姐 表姐好表姐回好 你尽量把房子给他 你就拿钱回去 为什么 你凭这个凭他这个性格和态度 以后永远你是不得安宁的 对 等到房子涨到三百万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最好办法就是用钱解决 如果当时你谈了指标 谈好了 就把三万块钱五万块钱给了他 我告诉你 现在结果是什么样 他照样会要回去 他觉得你指标低了 为什么 因为升值了 因为你从十万变成了六十万 这就是一句话讲得很好 人心不足 舌头上 我再劝表姐和表妹和表表姐表妹一句 当你要了这个房子 你不给钱 或者是你买本要回去 或者什么情况下 伤了感情的话 不是伤你表姐一个人感情 你知道伤多少感情 你整个村里面和整个亲戚里面 你就没有一点地位 你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韩女士您知道吗 人生的每一个选择 从某些意义上来讲 就是一个赌局 最关键的是两个字 利益 因为看到现在 利益跟以前大不相同 而不是相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您的心开始隐隐作痛 您觉得吃亏了 您只看到了利益二字 表姐家的大人 在给予您帮助的时候 您只字未提 对于丈夫她的自愿签字 您敷衍堂塞 对于自己 你们家庭强住了四年多 您是理直气壮 当这些你在忽略的时候 您可能把您内心那种 善良 美好的东西也给忽略了 您如果帮了表姐 您是她的贵人 您身上的那些闪光点 那些可爱的地方 会让别人感激一辈子 因为今天你们的问题 很多地方都是直指人性 最深处的东西 妹妹现在 之所以可以住在这里面不走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这套房子 目前在法律上是存在争议的 今天如果你想说 这个房子就是因为法律上 有争议 姐姐拿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可以理直气壮地 把房子拿回来 那我只能这么说 你们两个人身上 不存在多少人性 我不知道你们家庭 有几个孩子 我相信你们人生 所有的希望 不应该在这套房子上 因为你们还很年轻 如果你们把这种行为 演绎得这么淋漓尽致 让人心里面最劣根性的东西 在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和身边人面前 一览无语 我只能这么说 今天这套房子 就算是值一千万 被你们拿到了 你们人生后半辈子 要损失的东西 是不可估量的 观察员们毫不留情地指出 过于计较个人的利益 让韩女士和丈夫 都忘记了曾经的亲情 也让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 霸着这套房子达四年之久 对于观察员们 几乎一边倒的评论 韩女士夫妻俩 感到非常委屈 就背信弃义 在这儿说 他就几年转放的 干两头的 给他出工处理 没有天 侯先生希望通过这个事例 告诉大家 他们并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观察员廖锦玉表示了理解 他希望表姐也能够理解 表妹一家人的所作所为 表妹把这套房子 把这套指标房来 让给你 我可以说 这里面是带有亲情的 他不给别人 为什么都给了你呢 这一点 你是要记他的好 你说你这套房子 造成了你全家的伤害 表妹和表妹夫 他们的日子又过得好吗 他像一样的 纠结痛苦伤心与委屈 你的表妹和你的表妹夫 一直是在等着你开口的 不管是多少 那个时候你就是给 一千两千 一万两万 这个事情到今天 不就没有这件事情吗 可是你迟迟没有提到 作为指标 作为我盈利了 我应该给我的表妹和表妹夫 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和表示 表面上看起来 你是很受伤害的 可是你就没有想一想 你的表妹和表妹夫 他们的日子又过得安稳吗 他们要面临着众人的指责 甚至被别人唾弃 你们两姐妹都觉得自己是亏 没有一个人会站在 对方的立场上去 的确走到今天 只有两姐妹各退一步 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 当请李顺之后 律师舒瑶瑶决定 从法理上 为这套房子找到最终的归属 由于这套房子是属于小产权房 她首先向李女士 要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 房本 我打开一下 拿到房产证之后 律师舒瑶瑶 马上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它是一个特殊的房子 舒瑶瑶认为 这套房子和我们所了解的 小产权房非常不同 它是一套极为少见的特殊房子 究竟这套房子特殊在哪里 它究竟是属于出资的李女士 还是拿了指标的部署 侯先生的 大家看我手上的房本 我打开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这套房子 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 小产权房 它是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房建部和依法颁发的 一个权证 我们此前谈论的小产权房 是不可能有我们手上这个 房屋所有权证的 更不可能有土地证 也不可能有汽水证 但是它这套房子 在政策之下 它是一个特殊的房子 它此前是小产权房的出身 但是此后由于当地 这个城镇政策的变化 它给了这个小产权房转正了 所以如果就目前这个房本来看 它是可以依法上市流转的 可以出卖的 那么这个房产证 根据我们刚刚看的时间 是在2002年 就是在你们的口头协议签订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可以出卖的一个房子 那你们双方当时又就这个 可以出卖的房子签订了一个 房屋买卖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 它就是有效的 双方既然签订了协议的话 那么就应该履行各自的约定义务 妹妹应该配合姐姐 办理过户 这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回到现在 因为就我们底下了解 现在这个房子 政策上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如果真的是像我们的当事人所说的 现在这种房子 房管部门又不允许它再转让了的话 那么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合同有效 但是你应该返还姐姐的房款 并且赔偿你当时 因为缔约的一些过失 以及现在造成这个房子不能再履行 给姐姐的一些损失 你得赔偿她这些 根据律师分析 这套小产权房 因为历史和环境等等原因 原本房子有房产证 可以办理过户 但是如今当地的政策发生变化 房产不能过户了 所以房子给韩女士夫妇这边 可能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带着律师的这个建议 观察员廖喜玉和韩女士侯先生走进了密室 一进密室 韩女士和侯先生再次希望澄清 他们并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其实我并没有坏两心 我都是做我能做的事 但是我的能力是有限的 韩女士和侯先生都认为 自己只是在争取该得的那部分利益 所以他们希望要回这套房产 现在就这么长时间 我就是说把房子要回来 见此情况 廖喜玉开门见山的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你要房子 你愿意出资多少给表姐夫 给表姐 我想给他20万 年本代息20万 一共 侯先生希望用20万来买下这套房子 补偿表姐的损失 可是13年前 表姐李女士就用10万元买下了这套房子 如今已经增值了将近60万元 与侯先生提出的20万相比 实在差距太大了 听完这个数字之后 廖喜玉立即改变策略 把房子给他 你要他多少 用20万来买这套房子 却要用40万来卖掉房子 这20万的差距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拿回该得的利益这么简单 对于侯先生的大胃口 廖喜玉无可奈何 这时 律师舒瑶瑶加入了密室条件 他希望侯先生在提出价钱的前提下 不要忘记一个事实 因为之前侯先生和李女士签订了一个协议 协议本身认定房子是属于李女士的 如果侯先生要这套房子 必须承担违约的风险 律师说完这段话的时候 侯先生和韩女士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他们究竟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在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武运正在紧锣密鼓地和李女士进行沟通 他建议李女士放弃这套房产 大姐 我想跟您说 您可能要做好两手准备 一个咱得房 得房的话呢 要他要求就是说 配合您比如过户 是吧 或者说变更 但是呢 咱们可能给予一些补偿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免除以后的麻烦和纷争 咱不要这房了 让他补偿咱们一点 那您现在大概能够接受多少 我们看做做努力 我说他您还不给我 五十万 原来说五十多万 就说对方给你五十万 然后你把房子给还他 李女士表示愿意采纳武运的建议 但是她要求表妹这边 用五十万元来买下这套房子 五十万元 与侯先生之前所提出的 二十万元购买价 这之间有着三十万的差距 调节的困难非常大 如何平衡双方的利益 观察员廖喜玉来到了李女士身边 他希望从李女士这边 找到调节的突破口 我问你 你说真心的话 比如说 二十五万 你觉得不够 你需要多少 我觉得他给我四十六万 他的底线是二十万 你的底线四十六万 由于双方提出的价格差距非常大 观察员廖喜玉在两边轮番做工作 他于情于理的解释 心情大于金钱的道理 又针对性的提出了 平衡双方利益的调节方案 他要四十六万 你现在的子只是三十万 你这样的好吧 你加一点点 他再退一点点 这个事情就成功了 他说他不要 我现在我确实在没有能力 再拿个三百两百 侯先生表示 自己无法承受这么高的价格 究竟双方最终能否达成协议 这套纠结了十三年的房子 最终归谁所有 这对表姐妹之间 还能够兵事前嫌吗 我们拟定了这一份协议 给双方念一下 看大家能否接受 甲乙指的是姐姐夫妻二人 丙丁指的是妹妹夫妻二人 第一 各方同意 丙丁两方就房产纠纷问题 赔偿甲乙两方人民币三十五万元 付款方式如下 在2015年7月20日之前 丙丁两方先付给 甲乙两方人民币十万元 其余的二十五万元 在合同签订之后 一年内一次性付金 甲乙两方承诺 收到丙丁两方支付的三十五万元后 在当日将房产证等物件 归还给丙丁两方 第二条 各方此后不再因 本房产纠纷发生争议 各方以后均不得起诉 第三条 四方同意 兵事前嫌 修复姐妹情 共同努力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好 这一共就三条内容 看一下姐姐这一方听清楚了 是这样的 能否接受 嗯 妹妹这一方呢 好 来签字 我们就是希望今天 我们在数字上达成一致 同时也要真的意识到 我们的生活当中 钱固然是必不可少的 但它绝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 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个人来说 最重要的可能是内心当中的那份平静 家人当中的那份和谐 不管是对老人 对夫妻 对孩子 我们都能够让自己 成为对方 骄傲的这样的一个人 真心的希望你们能够冰释前线 姐姐 嗯 对不起啊 回去了 跟我大伯大娘说 围 就是围这个房子的事 别让他们两个不高兴 其实呢 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嗯 我也没有 就是说 我不是春心 怎么着得做 嗯 但是呢 就是不管怎么着 一会儿咱们该怎么着好 还是怎么着好 行 姐姐理解你 以后了再勾一这个房子纠结 以后了 都好好处事 这对表姐妹手拉着手 走向双方的亲人 别为这点事人家纠结了 曾经被韩女士认为 不可退让的事情 如今变成了这点事 退一步心自然宽了 对于李女士来说 曾经闹得互不相让的姐妹 如今也找回了亲情 啊 再一会儿亲你 嗯 行 不久之后 我们欣喜地接到了李女士的电话 她开心地告诉我们 在这个月的15号 表妹韩女士这边 已经履行了协议的内容 把房价中的10万元 提前给了李女士 他们信守了承诺 也赢得了尊重 亲人之间 重的是情 却又无法躲避利益的纠结 只有在信义力量的保证下 琴才能温暖人心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